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是个新趋势 于是创办了亚马逊 这几年把YouTuber开始当成职业的网红们 他们也是观察到这个新时代所带来的新趋势 所以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再加上快速的反应 好好地把握各种机会 就能为自己创造无法想象的价值 然而敏锐的观察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在学习中慢慢培养 在实践中逐渐锻炼出来的 学习了观察力才能培养分析力 拥有判断力 近几年西方心理学兴起 心理学中的独心术非常受人欢迎 但其实早在几千年前 我们古代的经典就有这方面的研究了 只不过那个时候叫做世人术 又叫做观人术 既然我们这一讲 讲的主角仍然是孟子 那么就让我们跟孟子学 一起提升顶尖的观人术吧 平常我们最常接触的都是人 升学口诗 职场面试 面对的都是人 别人怎么看我们 我们又该从哪些角度看人呢 孟子主张先看对方的眼睛 他说 存乎人者莫良于毛子 毛子不能眼其恶 观察一个人 最好直接和他的眼神对上 因为眼神绝对无法掩盖内心的善恶 胸中正 则毛子撩烟 胸中不正 则毛子冒烟 一个心地光明磊落的人 他的眼睛都会跟着 不灵不灵 眼底有光 相反的 不光明正大的人 他的眼神 常常是暗淡无光的 听其言语 观其毛子 人烟搜哉 这个搜 是隐藏的意思 意思是说 你听听看这个人说话吧 同时 还要仔细观察他的眼神 看还有什么东西 是瞒得住你我的 一个人的内心动向 大多反映在他的眼睛里头 眼睛是灵魂之窗 他会透露讯息 从眼神 也容易找到答案 其实孟子这番话 可能是要付智慧财产的 清权费给孔老夫子呢 因为在论语中 孔子早就说过了 人烟搜哉 人烟搜哉 只是 这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限 只有50年 看在小老弟 你比我小了100多岁 又这么认真地 帮我隔代接棒 蝉扬儒家精神 好吧 我就安心地闭上眼睛 不害你计较了 知圣孔子 亚圣孟子 都谈到透过眼睛 去观察人的内心 许多的作品 对于眼睛的描写 也非常传神 像诗经上写到美女 就说 巧笑倩兮 美目叛兮 连蒲松林在聊斋里 写到那些美丽聪慧的 妖狐鬼妹 她也常用秋波流慧 眼睛像秋天的江面 流动着动人的智慧 画龙点睛的故事 大家一定听过吧 更高明的 可能是画人点睛 未经时代的大画家 顾凯之 二十岁就享有盛名 有一次 有间寺庙需要建盖 可是捐款少得可怜 顾凯之二话不说 在画园部上大笔一挥 就认捐一百万两 这可非同小可 小和尚们苦笑着 爷 你寻开心 也不用整我们 谁知顾凯之 在寺庙的一面心墙上 画了一幅佛门菩萨的 大型壁画 这几位菩萨 都神采奕奕 唯独最主要的 唯摩洁菩萨 却有眼无珠 和尚们面面相聚 这葫芦里头 卖的什么高药啊 顾凯之却气定神仙的说 等开庙那天 我才要帮唯摩洁菩萨 点上眼珠子 不过得收费哦 第一天来看的门票 十万两银子 第二天来的五万两 后头再来的 就随意认捐了 当天打开庙门 顾凯之喵笔 一点 唯摩洁果然神灵活现了 现场大饱眼福的人 称赞不绝 一时间轰动了全城 多少名门贵族 全都抢着来赏画 没多久 一百万两银子的善款 就达标了 当和尚向顾凯之请教 顾凯之说 人体的美丑 没什么妙处可言 但是画人像的时候 想要传神 就全在眼睛这一点 赏画 我们懂得 从画中人物的眼神 去判断这位画家 画得好不好 现实生活中 或者是职场里 别人是怎么打量我们的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从眼睛 运用成为高明的官人术呢 晚清明成曾国凡 这位乡君统帅 是一代大乳 他是许多人人志士 英雄豪杰 一生的偶像 他认为 用人 必先知人 那么 曾国凡 是如何知人的呢 有一天 曾国凡的高徒 李鸿章 带着三个人 去拜会老师 碰巧老师出门 散步去了 他们只好站在门口等候 曾国凡回来 望望门口那三个家伙 什么也没说 就进屋去了 后来李鸿章问老师 老师 您对这三个人的评价如何 曾国凡说 左边那位可用 但只可小用 右边那位万万不可用 中间这位可用 而且可以大用 李鸿章好奇的 追问原因 曾国凡说 左边这位 我看他一眼 他也看我一眼 我再看他一眼 他就把眼皮捶下来了 不敢再和我对上眼 这表示 他心力比较善良 但是气魄不够 所以只能小用 右边这家伙 我看他时 他完全不敢看我 这家伙心术不正 所以万万不可用 至于中间这位 我看他一眼 他也看我一眼 我上上下下扫描 他像扫QR扣一样 他也堂堂正正的打量我 可见这个人 心胸坦荡 又无所畏惧 可用 而且一定要大用 是啊 观人术 先从对上眼开始 对上眼之后呢 不仅听他说什么 更重要的是要看 看他做什么 怎么做 再看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就是孔老夫子所说的 是其所以 观其所由 察其所安 人烟搜哉 人烟搜哉 孟子掌握了孔子这套世人术 于是他写了一篇 几乎可以当短篇小说阅读的精彩故事 奇人 奇人有一弃一切 而处事者 其良人出 则必厌酒肉 而后反 有妻有妾 左拥右抱 大想其人之福的男主角 每天出门 总是嘴角泛着油光的回来 然后向老婆吹嘘 今天特斯拉的老板 马斯克 请我吃饭 明天美国总统 拜登也排队等着呢 说归说 可家里电话从没想过 你的赖 也没看见任何群组啊 妻妾商议后 决定来场 大老婆的面袭 她一大早起床 尾随在后 开始追踪 侦查 首先 奇业怪哉 她观察到 为什么 变国中 无与利坛者 注意 不是一个人都没有哦 而是 没有任何一个人 站起来 和老公说话 平常别人来找我们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放下手边的事 站起身来 和对方说话 因为站起来 是一种尊重 而我的老公呢 显然 她完全就是社会边缘人 接着 再看看她到哪儿去了 不得了 原来老公竟然是跑到城外的坟场 死皮赖脸的 去跟丧家讨记忆品去了 看到老公 不足 又故而知她 那猥琐的样子 丑陋的嘴脸 情何以堪 她一路憋着 一回家 就再也忍不住的放声痛哭了 孟子其实是透过这个生动的预言故事 辛辣的讽刺那些欠缺礼义廉耻 专门用卑鄙手段 追求富贵力达的人 从这篇回到观人术来谈 像这位大吹大雷的奇人 听其言还要观其行 任何事情不能只听片面之言 在合理的怀疑下 必须透过具体而为的行动观察 才能拨去她虚伪的外衣 看穿她龌龊的灵魂 最后最高明的观人术 乃是要观其智 也就是观其心 孟子说 自暴者不可于有言也 一个对自己残暴 伤害自己 糟蹋自己的人 他连自己都不爱 怎么可能去爱别人呢 你和他不可能谈出 有什么价值的事情来 他只会像黑洞一样 把你拉进沉沉的深渊 跟这种自暴的人说话 多说无益 孟子又说 自弃者不可于有为也 一个自我放弃的人 他消极悲观 他对自己不负责任 这样一个连自己都放弃的人 他不跟你谈什么追求卓越 我们又怎么能跟他做出 有愿景的事情来呢 像这些自暴自弃的人 千万别和他们打交道 离得越远越好 否则 你不是摘了一身心 就是跟他们一样 向下沉沦 那么 茫茫人海 到底要挑怎么样的朋友呢 孟子接着告诉我们答案了 讲理 众意 居人 游异 行为举止 注重礼益 心中又有人爱之心 这才是充满正能量 值得交往的好朋友 有人说 选择朋友就选择了命运 这让我想起 网路上广传的一个西游记的故事 唐僧师徒经过九九八十一难 终于成功的从西天取经 回到大唐了 唐太宗 李世民为他们接风 李世民一个一个的提问 比成功 靠的是什么 唐僧说 我靠的是信念 只要不死 我就能取得真经 孙悟空说 我靠的是能力和人脉 搞不定的时候 我会借力使力 李世民又问沙和尚 你这么老实 怎么也能成功 沙和尚说 我简单 听话 照做 猪八戒 你动不动就摔耙子 为什么你也能成功 猪八戒说 嘿嘿 我选对了团队 一路上有人带 有人交 有人帮 想不成功 都难 是啊 一个人是谁 很重要 但是 当我们站在那里 陪在我们身边的是一群 什么样的人 这也很重要 学会了观人术 从眼神 言语 行为 再到人际网路 去观察 那么 在选择搭档的时候 哪怕我是猪队友 跟对了团队 一样可以 成圣成佛 六事结束 你心里 是否也准备了 两席之地 可以邀请两位好朋友 进住心里 然后 欢欢喜喜的说声 嗨 孔夫子 孟先生 欢迎你们 到我心里的豪宅 做作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